这个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其中一个比较繁琐的东西 这个东西称之为什么东西呢 命令模式 命令模式可以说是我们开发区块链里面 可以说这个东西算是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在很多时我们都需要用到命令来执行 所以我们在这接着来跟大家看一下这样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在这我们接着打开一下我们刚才这个比特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测试网络比特币对吧 所以我们接着把这个东西来打开 大家知道在开发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经常需要使用到各式各样的命令对吧 那么对这个命令我们是不是就需要把它命 我们当我们收到一个文本的时候 在这是不是就应该来决定它怎么执行了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首先开启一下这个比特币这个测试网络的客户端 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命令以及比特币的命令 跟这个设计模式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来用刚才这样一个方法在这来把这系列的东西都实现 正在加载区块啊 然后呢在这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命令模式啊 这个命令模式的我们在这记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啥情况 大家觉得命令模式有个什么特点呢 大家觉得命令模式是不是谁都可以下达这样一个命令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是啥情况 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妹子管得特别严对吧 是不是没有办法见面对吧 所以呢你只好借助他的弟弟传递一个消息对吧 有啥指示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可以写张纸条 有些是也像有些时候呢 就相当于他的弟弟相当于是common的一个运行者 他同时给他姐姐三个男朋友送common的 就你最小气才请我吃面对吧 所以当然这个命令模式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把一个请求我的操作封装到一个对象里面 大家觉得命令模式就他把两个东西就分开了 当然那两个东西分开了 一个是发出命令 而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执行命令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把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完了之后呢 就是命令模式相当于我们允许这个请求 也也允许这个撤 也允许这个任务怎么撤销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可以简单看一下 然后完了这样一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相当于 把刚才这个东西来一起使来一起写一下 在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东西在这是不是相当于比特币的这个破玩意儿对吧 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 所有的命令行客户端对吧 大家知道这一步在是不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东西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在这儿记得输入 get block info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一步记得输入什么上面呢 count mess 设置论多的放 然后 然后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步接着输入get block啊 这样的话 如果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记得来查看下这个hap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hap 我们传入一个hap是不是有这么多指令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他在这儿有些指令 在这儿经常发生一些变化 然后完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传递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接着传递一个get android info 大家觉得这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显示这个地址 对吧 然后取个简单例子 我们在这一步接着 get wallet info 对吧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一个钱包的信息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然后完了这样一步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就给大家说啊 这上面是不是代表 我发出一个命令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代表我们执行一个命令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然后完了这样一步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接着把刚才综艺关闭一下 所以呢 所以是这样 我们在这儿接着 就在这个场合把刚才综艺退出一下 我们接着实战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这东西完成一下 我们最终只剩下两个命令了 所以我们在这儿接着来新建一个迪克森乐人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 comment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在这儿代表什么东西呢 命令模式 这个命令模式 我在这儿就要给大家说一下情况 就是说他在这儿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我们相当于执行命令的是一个类 那么大家觉得 发出命令的是不是另外一个类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接着把刚才这样一个东西插入一下 我们定一个这样的接口 comment的 完了之后 大家伙再来想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举个简单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啊 就是说是 就是说是这样 就是说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举个 举个简单例子啊 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 如果一个妹子已经被你炮到 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 你那么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就可以命令他 对吧 所以他 所以呢 大家伙再来想 我们现在在这儿就用刚才这样的东西 来实现 来实现一下 然后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 把刚才这个东西修改为 每枚 comment的1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儿再次新建一个 这样的gofire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每枚 comment的2 然后呢 大家在这儿就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儿是不是就实现这三个 这三个对吧 完了之后 大家现在也想想 就是在 那么在这种情况 我们还需要在这种情况 还需要一个东西来负责执行的 大家什么是负责执行的呢 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 Mersiboard 然后大家在这儿来想想我们这一波 是不是在这一波 在这负责执行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给简单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这样 我们在这儿接着再次新建一个gofire 大家觉得这一波在这儿是什么呢 box 所以所以呢 在这儿大家就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相当于用这种情况来实现一下 我们这四个 这四个接口 这四个接口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强调 这上面一定会用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很多类 大家一定需要掌握一下 就是你一定要复习好 咱们之前所说的就是封装继承 还有什么东西的多态 然后我们接着把刚才这个common的在这地方展示一下 那么大家会再来想 第一个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什么模样呢 common的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插入一个这样的东西 interface对吧 所以大家觉得在这儿我们接着可以输入什么呢 esecut 大家觉得esecut在这儿是不是代表我们一个执行函数 对吧 所以大家这一步就代表我们在这儿用它来执行一个模块 也就是比如说 你让妹子去端杯水过来对吧 完了之后你让妹子去卵床对吧 所以大家这是不是两种不同的命令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设定一下这样一个执行 那么如果是这样 我们在这儿首先来设定一个这样的命令 比如说 比如说是这样 比如说是这样 我们在这儿接着订一个刚才的这样一个东西 common的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订一个这样的结构体 stract 大家我再来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这儿就把刚才这样的结构体复制一下 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用两个载体 对吧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相当于新建两个这样的载体 就是妹妹common的 所以呢大家现在在这儿就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两个载体是不是就可以加入过来 对吧 像完了之后 大家会在这儿来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是不是接着把这个 把另外一个 把另外一个母体母体的这个东西也加载过来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接着订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 motherboard 这个board 这个board大家知道它在这儿解决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它在负责这个具体的执行 然后我们接着来给大家简单做这样一个实战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就来给大家写这样 写这样两个方法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这儿接着来给大家 就给大家写一下这两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记得就是行 然后呢 然后比如说你命令牛去洗衣服 对吧 然后呢 大家现在想 这一波就先了 我们在这儿就命令这个牛去洗衣服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插入一个什么样的括号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大家现在来想啊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大家common的只是发出一个命令 大家具体执行 是不是motherboard在地方执行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print了 妹子去洗 妹子去洗衣服了 所以大家现在来想啊 如果是 如果 如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东西 就算在这儿 这个地方完成了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然后呢 向下方的接下来 大家现在来想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还要再给他委派一个命令 大家觉得我们接着委派什么命令 是不是卵床 对吧 所以大家觉得卵床 这个卵床在地方怎么写了 然后我们接着把刚才东西写一下啊 warmer bad 大家觉得warmer是不是温暖的含义 对吧 bad就是床的含义啊 所以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一方面委派这个妹子去洗衣服 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委派这个妹子干啥了 卵床 对吧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简单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写这两个命令 这两个命令是不是都依赖于我们刚才这个motherboard通过这两个类在这个地方来执行 对吧 那么大家会再来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在这儿怎么来实践呢 我们接下来就回到刚才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在这儿是不是美媒common的一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mb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星 然后我们在这一步接着调一下我们刚才这个东西motherboard 大家知道这一步在这代表啥含义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来引用一下我们这个motherboard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这是不是就可以返回一下我们这样一个接口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接着来给大家写这样一个函数 大家知道我们在这儿就相当于是这样 那么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mmce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common的一对吧 所以大家这一步就相当于我们给妹子下达第一个命令 然后这个命令大家觉得它在前面是不是都有一个统一的接口 大家觉得这个统一的接口叫什么呢 esecut对吧 所以esecut的话我们在这儿就可以调用mbmmce.mb 然后大家觉得我们在这儿接着调用mb的哪个东西呢 我洗close 大家觉得这一步是不是洗衣服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可以简单看一下 然后完了之后大家现在来想想啊 如果说我们把刚才东西写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在这儿就相当于把刚才刚才这个东西写了一下 那我们在这儿接着写这样一个函数 大家觉得我们在这儿再写哪个函数呢 我们是不是接下来需要对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构造初始化对吧 大家觉得我们在这儿怎么来做一个构造初始化呢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6妹妹common的1 这一波就相当于我们对这个妹子下达一个命令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接着插入一个这样的括号mb 然后我们在这一步基础输入型 然后我们在这儿基础输入motherboard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可以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儿返回一个新mm什么的 common的1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可以简单理解一下 然后完了这样一步之后 大家伙再来想想 我们这个东西相当于在这儿 我们是不是就写完了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儿就可以接着written一个东西 大家觉得我们在这儿接着written哪个东西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就writtenmmcommon的1 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儿就来对这个东西初始化 那么我们在这儿就返回一个mb 它在这儿就会自动对这个东西初始化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就相当于我们传递一个命令 然后它在这儿构造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不是就相当于用这个东西来执行洗衣服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可以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儿再次把这个细节 这个地方修改了多少呢 2 这个地方也修改了多少呢 2 这个地方就是套路的吧 我们现在只是改代码就行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2 这个地方也是2 那么大家现在来讲 第二个命令就不是洗衣服而干什么了 卵床对吧 所以我们接着写输入womanbird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第一步完成这个步骤 第二步完成这个步骤 然后第三步大家觉得这一步是不是在这儿 就相当于在这儿把这个命令来实现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是不是还要再写一个box 但是这个box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发出命令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typebox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触struck的 大家觉得在这儿我们是不是要定一个struck对吧 然后呢 现在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来执行 比如说是这样 那么大家现在来想想 我们在这种情况就来定义两个这样的东西 卧行 啊 close椅子 然后大家觉得这一步是不是代表我们派妹子去洗衣服 对吧 所以大家觉得如果洗衣服的话 我们在这儿急着把刚才的东西修改为什么呢 comment的 然后完了之后大家觉得 呃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在这儿接的输入是什么呢 wormer bird 大家知道这一步在这儿代表啥玩意儿呢 我们是不是派妹子去卵床 对吧 所以大家现在来想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就相当于在这种情况就需要来执行一下这个box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情况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步还可以给大家加入一个这样的东西 币星box 这个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这样一个命令 对吧 所以呢 大家 所以大家现在来想想 那么如果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接着把刚才的东西写一下 大家觉得你要劝妹子去洗衣服 大家觉得你要花多少钱呢 比如说你给一千块钱让妹子帮你洗个衣服 大家觉得这事可以不 但是大家知道 如果如果暖床的话 这个费用就高了啊 所以在这儿大家就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一步我们在这儿是不是接着go 我们board了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 在这儿可以简单看一下 然后完了之后呢 大家现在就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是不按照刚才这样的东西 来用这个东西来运行一下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就给大家简单强调一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输入 wall.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接着执行 close 我们用刚才这个命运在这边来确定 大家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 接着在这个地方 接着在干什么的 执行 然后大家觉得 在这儿我们接着输入什么的 mft.print 那么大家那么大伙来想想啊 这一步你在这儿可以这么来理解 比如说这样 我们在这儿可以把刚才这个东西 东西描述一下 给妹子买了一束花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 iPhone Max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种情况 是不是通过这两个东西 来执行这个命运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儿 再次跟大家写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在这儿 接下来是不是在这儿 还需要用这个东西来执行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接着 new box 那么小伙伴们 我们在这儿就意味着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在这儿 把这两个参数传递过来 就是Washclose意思 然后我们在这儿 接着把刚才这个系数 在这个地方再次追加一下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然后接下来 我们在这儿接着输入新box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在这一步 接着输入括号 那么大伙再来想 我们接着written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这一步 接着writtenbox 然后大家现在来想想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 刚才这几个系数 在这地方追加一下 对吧 所以大家现在来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 这一波 这一波呢 这一波呢 就意味着 我们现在就需要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 急着插入 这几个东西很简单 我们把这两个命运 传递过来就行了 它在这儿就干什么 给我们自动匹配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把 刚才这个东西 自动创建了一个 然后在这儿返回了一个 这个啥呢 地址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简单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在这儿 算是OK的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把刚才 这样东西写 写完了 写完之后 写完之后呢 我们这一步 就算是OK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这儿 就来写这样一个命名 我来看这个 我来看这个 这玩意儿有啥问题 这玩意儿在这儿 有啥问题 type 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难道这个地方 写错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在这儿也加一个comment 难道是有一个括号 写错了吗 行啊 如果是这样 我们先 我们在这儿 先把这个破玩意儿 给清空的看看 难道这一步 在这儿还有啥问题 大家有发现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 究竟是哪个地方 错了 这一步真的是极其奇怪 我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啥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 接着把刚才这样的东西 追加一下 追加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new board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所以大家觉得 我们要发起mini 是由谁来发送的 我们是不是要 首先一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comment 对吧 任何一个comment 是不是都有一个 ESD card 对吧 包括不管这个mm1mm2 大家觉得 是不是都有一个 ESD card 对吧 所以它就继承于comment 这样一个接口 我们通过这个东西 来调用 对吧 这个母体 相当于在这儿 是不是就是执行命令 对吧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box相当于在这儿 我们就是控制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 就可以看一下 就相当于 我们把这 相当于把一个命令 发送执行 还有命令的具体执行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 拆开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 可以简单看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是这样 我们在这儿呢 接着把刚才这个地方 命名成本8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实战一下 这个下一个函数 那么大家现在在这儿来想 我们在这儿接着干什么呢 我们在这一步 接着import 点斜杠 那么大家现在在想 我们接着 调用它哪个东西呢 我们在这儿 接着来给大家输入一下 也就是刚才在这儿 就意味着 这是 我们在这儿就 接着应用一下 这个comment 所以大家现在来想 如果说我们要 调用这个命令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 在这儿好写吗 实际上非常好写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在这儿 首先有一个东西 是必须在这儿 自己创建的 我们在这儿就 调用一下 刚才这样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儿 接着输入comment 大家觉得 comment在这儿 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motherboard 我们是不是 调用它 在这儿来对我们 初始化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 可以简单看一下 然后完了这样一步之后 然后完了这样一步之后呢 现在我们对刚才 这个东西 再来做了一个初始化 那么大家现在 在这儿来想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 接着输入cmd1 我们在这儿 接着新建两个命令 那么大家现在 来想 我们在这儿 其实让它 等于哪个 哪个命令呢 比如说我们 刚才这个东西 让它等于 comment 等于哪个东西呢 comment 然后在这儿 接着输入new box 大家现在来想 我们这一步 是不是可以传递cmd1 cmd2 对吧 然后大家现在来想 等把两个东西传递完了之后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 就可以在这种情况 来执行一下 我们刚才它执行两个命令 对吧 所以在这儿 我们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情况 这个地方box在这儿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 我们只要勾 我们只要勾 就可以下达命令 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一步我们在这儿 接着输入 接着在这个情况下 接着调一下 go 然后我们在这儿 接着再次调一下 go watch close 所以大家现在 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就执行了 另外一个指令 对吧 所以大家会再来 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待会要反复执行 多个指令 那么这一步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 改成二 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儿 接着干什么了 改成二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一步相当于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就用这个东西 来执行了四个命令 对吧 所以大家用这个东西 就是相当于 不管比特币以太坊 都是这种设计模式 但是它要干什么呢 把命令的具体执行 那么具体到每一个命令 是不是都是分开了 对吧 所以所以大家 现在在这儿 可以看一下 就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儿 接着先把这两行注释掉 我们来看这个执行的不正确 我们先把刚才这个 如果这个BOX2没用 对吧 我们在这儿 先把这个东西先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先去暖床 对吧 先去暖床 可能是这样 我们这个方法写错了 这是我一派妹子去暖床 然后这个是warmer 这个是洗衣服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这个motherboard 这一步在这儿是相当于warmer 对吧 然后如果是这样 这两个怎么都是去洗衣服 对吧 我们在这儿回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代码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 一应该修改多少呢 二 所以大家现在在这儿再次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完整的执行这样一个命令 但是大家觉得我们执行这个命令的特点是什么呢 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觉得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这个comment 是不是只是代表一个接口 对吧 然后这个接口 你只有有ESD卡的 是不是就有这个接口 对吧 然后这个comment的意大 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接口 所以我在这儿继承于它 然后这个命令 在这儿是不是也有一个接口 继承于它 对吧 然后这个motherboard 大家知道起到什么作用了 就是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它是执行方 就是委派谁去执行 对吧 然后完了之后 大家会再来想 这个box就相当于 我在这儿是不是一个控制请求方 对吧 也就是说 我来控这个命令 是不是可以执行 或者执行需要什么样的代价 对吧 所以大家把这个细节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comment的模式 然后接下来 我们在这儿就把 刚才这个东西保存一下 然后呢 可以说我们把这个模式 写完之后 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模式 就是访问这个模式 就是访问这个模式 我可以执行吗 对吧 我可以执行吗 我可以执行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